这个Sample里面的话就是第一个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先把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的话 这个是我的 主页然后Home点下去之后的话 会连到我们的 这个这个 D4进来的话会有个Home,Home的话点下点进来就会有到我的主页 那里面的话当然各位可以看到旁边这边有一个就是Tribute 那Tribute点进来之后,这边就可以显示我要的比如说哪一个星座 可以从Tribute里面去点击 或者你可以回到Home 有没有就有 阶层的观念 阶层的概念又回到Home的部分 那Home里面当然也可以做超连接,一样 你点进哪一个 他也是会跟同步点到哪一个 因为的话这个地方有个website map的结构,所以他自动会去对应到 那底下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的话有个menu的功能 这个menu功能的话 也是运用什么,运用这个 我们SP.NET里面 的 控制项做出来 那这个控制项呢,他依赖的也是一样什么 也是website map 反正这些东西 最后的归结还是必须怎么样 利用这个东西,利用我们已经建立好的website map 那这个website map里面建立的结构,我想非常的简单 就是第1个 我们会有一个主结构 最上层的部分 那最上层的部分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头尾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的头是哪里的 Home嘛 对不对 那Home里面 折 点下去 他会折 等于是里面有节点 那节点部分的话呢,就是在这里面 放12个 那第1个星座的话,我想你们就大概 去网路上找一下 就是呢 他的UIL的部分的话,一定是 比如说我用01.aspx 0203 那你就新增 那 他的Title部分呢,就是将来要秀在那个上面,节点上面的名称 好 那这个Description的话,其实你不打什么没关系,因为将来这个是一个描述 你描述内容越清楚 其实清不清楚 在 之后的应用资料里面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 稍微思考一下 那至于里面的资料的话,请各位在 Google一下 里面找一下什么,找一下 12星座解说 那就会有相关的这个12星座部分,那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怎么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那当然第1个,我们要先从建立 主页开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主管页面的部分的话,接下来 一样请各位先新增一个网站 新增网站里这个地方的话,我们 直接把它放在我们桌面上,这里的话呢,我们桌面上名称 叫做12星座,12底线 STAR 类似像这样 然后给一个空的一个网站 网站那这边的话,我们用档案系统就按OK 好 那 第1个是完全空白的网站 那里面的话呢 预设当然会有一个叫SIM 这个 这个Master 那这个因为呢 4.0之后的版本会预设已经有给我们,不过呢,我们不要用他的,我要自己建立一个新的 所以新的按右键的话,你可以新的项目 新的项目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找一个主板页面,那名称的话叫Mask Page好了 我看看新增 新增之后的话呢,请切换到内容里面 那内容里面的话,我们要给一个版型 比如说我做出来之后的话 我希望有一个版面,那版面部分的话呢,我想就最简单就是用插入表格的方式来做 比如这边的话,我有个四篮 两 四列两篮 好了 就跟类似刚刚我所讲的,那 我们把这三 这个储存格怎么样呢 把它做 合并起来 修改里面,把这个地方修改里面,把合并处存格 然后稍微拉过去一点 那这边的话呢,将来看要不要,这个就是放Tribute的地方 那上面的部分的话,你可以再利用美工 做一个 一个进来的那个那个图 我这边的话,我们把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个合并就可以了 把合并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呢,内容部分要放哪里 那特别注意,内容部分呢 请你放在中间,那里面的话会有个什么呢 Content Preholder 那那个东西的话要怎么产生,特别注意 那个东西 在 标准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Content Preholder 那这个东西如果要产生的话,记得要把它拖拉到这里面来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就是 每个主页,内容 其实就是放在这里 那这个holder里面的话呢,我要怎么样产生网页,特别注意 那往后你要产生网页的话 一定要从这边 去产生 你不能够自己新增,放不进去 那要怎么要放进去,特别注意 按右键 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所谓的差 这边的话有一个 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做 新增 加入内容页面 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今天呢 将来的网页 要显示的话,直接就在这里面显示的话 特别注意,你不能从新项目里面,新项目是外面的网页 那你要将来在里面显示的话,这很重要 因为一般人说真的 这个书里面 有的时候是只有跟你讲一些观念 那到处要把它拼凑起来 还是 摸不着头绪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这本书里面是只有讲到观念 但是怎么做 好像没有很详细的 这个步骤 那我是拿我以前上课的sample来讲 会比较连贯 不然 讲完之后 怎么做还是不知道,因为 各位可以发现这个sample里面有Tribute,有Side SideMap的 然后有Mask Page的 但是 最后怎么 变成一个网站 好像没有 所以我用另外的sample来讲 按右键之后的话呢,加入内容页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他就自动怎么样 会出现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Default 2 的网页,对不对 请你把这地方把它储存,并且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名称的话呢,我们就给他一个home 这个名称的话呢 他会自动帮我建立一个 网页 名称的话叫Default2 那请你把它改为home 再来的话,再切回到这里,按右键,一样的方式加入页面 那这个的话呢,又是Default2,对不对 那请你把它改为01 然后呢 在一样的方式把它关闭 一样的方式呢,再到里面的话 再把什么新增页面 这个地方呢,再把什么 改为02 一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分别产生 12星座嘛 那你就练习做12个 也就是将来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放在主页里面显示的话 一定要先新增一个叫content preholder的东西 然后在里面新增网页 新增网页将来才会在里面显示 不然你没有用这种方式显示的话,很抱歉 你要自己修改程式嘛 再去把别的引用进来 那种方式的话 太麻烦了 这样的方式会是最简单的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逐一产生 12个网页 12个网页 那12个网页 我想各位自己在把那个 12星座 复制贴商 应该会吧 然后